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医生要到澳门开一个重要的研讨会 留下阿湘和阿梅在这栋别墅里 在吴医生走之后 阿梅因为哮喘病的药吃完了 需要出去一趟 偌大的别墅就剩下阿湘一个人 不久之后 一个自称朱森的神秘人登门拜访 他说他和吴医生是小学同学 他老婆的心臟病还是吴医生治好的 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感谢吴医生救了他的老婆 在之后的聊天中 朱森得知阿湘只有一个人在家之后 觉得不方便便主动离开了 阿湘还觉得对方的人很不错 到了晚上七点 外面下起了大雨 这时外面响起了电铃声 阿湘还以为是阿梅回来了 看门听到声音才知道是没有搭到车的朱森 阿湘把洗手间借给他清理身上的水渍 还将老公的衣服借给他穿 之后两人坐在沙发上开始闲谈 朱森告诉阿湘自己是硬刷工 与老婆感情本来很好 却是不知道为什么从某个日子开始 老婆开始不让他碰 气急败坏的他越说越激动 阿湘感到害怕 这个时候外面也挺雨了 朱森便再次告辞了 阿湘听到关门的声音之后 给自己倒了一杯果汁 但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自己身后有人 用棍子打了几下 什么物体也没有触碰到 但是朱森一直在屋内 还近距离偷看阿湘洗澡 之后朱森还装模作样的假装家里净贼 表演了一出双簧剂 阿湘因为看不见 也不知道家里到底镜子了没有 阿湘还喝下了朱森放有安眠药的牛奶 在朱森走后 阿湘将门反锁了 可是电话根本接不通 下一秒 阿湘就倒在床上昏迷不醒了 第二天早上 朱森献殷勤的邀请阿湘下楼吃饭 可是阿湘根本不愿意吃 朱森只能答应他的请求先去报警 他假装接通了警局电话 若有歧视的开始汇报情况 聪明的阿湘提高了音量问道 电话现在能打通了吗 朱森自知隐瞒不下去 他如实告诉阿湘 他知道吴先生两天后才会回来 而且阿美也被他绑在了后备箱里 阿湘吓得惊慌失措到处乱闯 事实上朱森非常变态 不仅杀掉了阿湘的爱狗 还将他做成了狗牌 强迫阿湘全部吃下去 面对朱森的逼迫 阿湘强忍着被痛吃了下去 在洗漱间里 阿湘再也忍受不住 大吐特吐 他甚至快要被逼疯了 但是他知道 如果自己彻底失去理智 将永远没有机会逃出朱森的魔爪 所以在短暂的发泄之后 他就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主动给朱森按摩 恳求对方放过自己 可是对于这个心理极度变态的男人来说 这一切都是枉然 一记不成的阿湘再生一记 假装自己哮喘病犯了 让朱森去买药 等车子一响 阿湘就从房门中走了出来 他开始到处摸索 在沙发上他找到了手提电话 可是电话电量不足 没说两句话就自动挂断了 阿湘崩溃的想大哭 片刻之后 阿湘想起了他在房间里的充电板 就在阿湘上楼时 朱森回来 阿湘在惊慌失措中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为了保住电池 他狠狠砸向自己的腹部 阿湘疼得眼泪直流 所以朱森也没有过多的怀疑过什么 朱森走后 阿湘顺利的给电池冲上电 晚上朱森拿着阿梅的医保卡找上门 他已经知道阿湘根本没有哮喘病 面对多多病人的朱森 阿湘并没有软弱 大声责问朱森 你老婆跟了别人 你跑来害我 但是这一切有关我什么事 朱森这才慢慢开始叙说当年的真相 病人对医生的依赖又骗朱森老婆和他上床 为了不让老婆和他离婚 朱森当了两年的岁头乌龟 直到他老婆死后才发现 吴医生给他老婆的药只不过是维他命完 所以朱森发誓要报复吴医生 也许是想到伤心事 朱森独自一人到外面散心 这个时候小偷难了想要偷东西 小偷见阿湘漂亮见色起义 最终被赶回来的朱森淹了 很快这里又迎来了另外一位客人 是阿梅的老乡好一位警察 警察发现躲在意识后的阿湘后放松了警惕 被朱森从背后偷袭杀死 这一系列的意外发生 让朱森不想节外生枝 想要尽快报复 就在这时吴医生回来 朱森突然大变样变得很胆怯 任由吴医生拳打脚踢 当吴医生转头后 他朝吴医生腿上开了一枪 然后朱森在地上疯狂的锤打吴医生 这个时候已经恢复部分势力的阿湘 拿起铁架从背后偷袭 可惜很快被朱森抢到了 吴先生也被他杀死了 而阿湘趁着这个空隙关掉了电闸 还在地上铺了一层钉子 等朱森靠近时踩到钉子 暴露了他的行踪 阿湘利用简直的喷火器烧伤了朱森 之后彻底恢复势力的阿湘 故意装的看不见 拿起花瓶狠狠的砸在他的头上 朱森低估了一个愤怒的女人 到底有多可怕 恢复势力的阿湘战斗力爆棚 轻松KO朱森 本期故事选自国产恐怖惊悚电影 盲女72小时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